说起TVB的小花,你第一时间能想起谁? 如果你还停留在钟佳心、舍诗曼、杨怡、胡信儿的时代,说明你早就out了。 随着一轮接一轮的捧人计划,别说70后,就连80后演员都要渐渐靠边站了,相信在不久的未来,TVB就将是90后的天下了。 我们这里来给大家介绍10位TVB当红的90后人气小花,排名不分先后,看看你还能认识几个,如果你一个不认识,恭喜你,说明你已经不是年轻人了。 1.蔡思贝 蔡思贝1991年生人,以2013年,刚解架之身份加入TVB。 出道不到一年,别获得看家得少时,出演由万启文、李思杰、杨怜维连妹主演的爱情喜剧八卦神探,14年又加入了李耀侠、黄浩然、萧正南共同出演的商战剧《名门爱战》,15年参演张家辉的电影《托地区魔人号》,开启属于自己的女一号生涯。 不过,窈窍身材也并不能弥补蔡思贝演技和台词上的不足,做直升级成名的蔡思贝,一开始就被观众百般挑剔,差评不断。 不过在去年的电视剧《蔡过界》中,她突破美女形象出演《包雅天姐》一讲,演技终于有所提升,人设如今正在逐步讨喜。 2.冯盈盈 2016年,港姐冠军冯盈盈人美智商高,学生时代就是香港大学的校花,是名副其实的港大女神,出色的口才和金时的临场反应,也为她竞选港姐加分不少,因此加入TV比后就被安排了多个综艺节目的主持工作。 她也做得游刃有余,是公认的爆料王和金剧王,观众人好的宝棚。 她的第一部剧集就是今年播出的《过栏中的江湖大嫂》,她在其中挑战江湖旗女子陈玉敏一角,与飞越南议员杨宁又感情线发展。 3.江嘉敏 1994年出生的江嘉敏,今年正好24岁,凭借天使面孔加魔鬼身材,被大众成为宅男女神。 本命年的流言不利,完全没有发生在她身上,从去年初凭借《亲亲我好妈》里精纯的中六学生脉走红开始。 江嘉敏已经临时出演了五部电视剧,不仅长相讨喜无公开,演技也清新自然,在TVB一众小花里脱颖而出,获得了不俗的口碑,成为TVB力捧的新面孔之一。 前不久热播的兄弟中,她更是与TVB风投最近的水滴王浩信搭档,出演一对花喜冤家,连王浩信都在她拍哭戏的功力惊人。 接下来,她将与陈松林、陈伟等演技该合作,拍摄新剧《微长Fest》,Litie。 4.刘佩月 刘佩月是2013年刚进季军,出生在小康之家,斯文国桥,深得无限高层喜爱,不过刚前约的时候,观众都不太看好她,选她脸太长又有Baby,Fed。 作为女艺人来说,外形并不够亮眼。 但是刘佩月很快凭借自己的演技,扳回一局,在《四个女仔三个》里,她是眼开朗善解人意的曾可欣,不作作被演技和讨喜的人,是令大众对她的印象有所改观。 随后,她继续凭借江中成熟很酷的女助手罗尹尔,和《有超时任务》里的附载千金和小美,继续收获好评,承摘英雄,更是令其人气再次攀高。 据悉,在接下来的《十二传说》《天离大天离地》等TVB新剧中,刘佩月经有重要戏份,喜欢她的观众不妨多多留意。 5.刘尹璇 1997年出生的刘尹璇,从小在美国洛杉矶生活,2015年升读加州大学,2016年参加钢截竞选,一举多的亚军和最上级小姐,及现场最受欢迎加历三个奖项,随即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演艺进修班,现为无线电视经历人和约一员。 虽然目前看来刘尹璇还是新元一个,不论资历还是资源都有待提升,但是她在今年的TVB人气综艺学是学飞里,凭借开朗活泼的个性,以及完美的身材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 更因兄弟里的一场打猪杀暴戏人气飙升,是TVB未来的潜力骨小花。 6.张希文 张希文是香港90后知名模特,曾获得过最佳新模特奖。 她与无线电视签约之后,即受到历捕,先是担任多个热门栏目的主持职位,并于2016年揭拍了个人首部无线电视剧《绿正强人》,在其中,饰演傻里傻气的实习律师谭希文。 在今年的台庆剧《挑跃生命线》中,她出可爱帅真的女汉子文辉,从外形到演技,都令人眼前一亮,与TVB老牌男星马的中队戏也并不欠场。 7.麦明师 麦明师的头衔是石油港姐,因为她曾在2009年获得石油状元,香港中学会考十个科目都得优秀,又在2015年,读得了香港小姐冠军。 麦明师长相甜美,才华横溢,被称来笑唐宁,她自幼学芭蕾舞,声乐更到八级,家境也十分优渥,先约无限后于2017年正式出电,分别在《使徒行者2》中饰演Walky Cherry,度成群英会吏,饰演徒成侄孙女图若兰,花世代中,饰演宋仲基之女宋佳佳,今年又在律政题材是闲的,法官阁下中出演戏份持重的 行人律师夏明欣。 8.邓佩宜 又参演了TVB台庆剧《幕后玩家》,受到好评。2017年再次出演TVB首部4K技术拍摄的职场剧《不动杂交的女人》,表现非常稳定,被业内外广泛看好,是TVB高层非常重视的小花之一。可惜后来因拍剧扭伤,失去了参演华世代的机会。 9.苏韵兹 苏韵兹今年25岁,2016年参选港典,虽然遗憾止步第四名,但是支持者众多,并迅速加盟了TVB。 比起唐姐前撒甲,之前在加拿大就有过主持极客串经验的韵兹,很快就获得了出演剧集的机会。 顺利接拍了TVB剧集《爱回家之开心宿地》,苏韵兹在剧中饰演《红山女一角》,与90后人气小声软正风组成情侣道,颇受观众及网友欢迎。 10.跨节营 凭借TVB旅游节目三日两夜,剑神仙气女神的跨节营,1992年出生。 从模特转行做艺人的她之前因为曝光度不高,一直没什么人气,没想到了一道旅行栏目,会令她人气急速飙升。 甜美的笑容和苗乔的身材,令矿节营受到全民折托,更取代黄欣颖,参与第五集《学是学非》的主持录制。 除此之外,矿节营还加盟了TVB的重点把她聚集是兄弟,演艺之路一片光宁。 这十位TVB年轻小美女里,你们更喜欢哪一位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